去母牛子这件事放在知府、甄嬛等古装剧中常见 没有想到放在娱乐圈里也成立 最近有狗仔爆料称某爆我后女明星 早年间和已婚大金珠又往来 发现一不小心有结晶之后 以为能够顺利上位 结果对方只要儿子不要娘 拉扯之下该大老安排女明星 和某有利益刮梗的男明星嫁结婚 并顺利生下一个儿子 抱金珠有神域嫁结婚还生儿子 每一个关键词都像饼重锤一样 杂向粉丝心中 尤其限定词还有个85后 吃瓜的粉丝就更兴奋了 纷纷准备A字纸和探索笔 打算屡一屡立位85后到底是何方神圣 纵观评论已婚已遇的有名的85后女明星中 赵丽、杨颖、刘诗诗、妙妙、影儿、鸭鸭、热一扎等 都在粉丝们的讨论名单上 但由于影儿称的是女儿热一扎没结婚 鸭鸭曾是过人的恋爱脑等原因 再一轮就被粉丝排除怀疑 尤其是刘诗诗 她云队的时间够长 有太多爆出的小刀消息 在婆家生活又一言难尽 粉丝们认为如果瓜中置人是她 婆家不可能延忍这么久 所以第二轮被排除 剩下的就只有赵丽颖、杨颖、妙妙三人讨论最多 而且前提还必须是狗仔说的那位85花是有名的女星 首先是赵丽 粉丝怀疑她的原因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就是觉得她 和瓜儿叔的婚姻过程有些儿戏 婚前的恋爱期嫌少有特别甜的动向 只是在某一天突然爆出结婚声明 而冠宣的前两个月还传出了赵令星 是因为生怀有孕的新闻 当时赵姐的回应是身穿小群群皮克差 如此疯马牛不消极的回应看得粉丝云里雾里 还以为她是说大家想插了 没想到标的意思是想开了 两个月后赵丰两人突然关宣 并在第二年的春天生下孩子 逆腿时间计算 蕾丝皮肠实在是批了个寂寞 闪魂闪力不办婚礼 婚姻存续期间 亦不见有任何高调凶爱的迹象 甚至筒光画面都很少 完全一幅公司分明的模样 尤其是那结婚和离婚声明 冰冷的就像广网公布投标结果一样 借离婚后的赵姐资源飞升 直接从国有女主进身证据行列 虽然她本身也有实力跨越 但转型的时间点和效果 结合婚姻前后期间的状态令人怀疑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赵令巅峰七十一年中 休息时间寥寥无几 就差点直接把家都办到了影视场 于一眼中除了养蜜之外 就属她最拼命 这种高频率的工作 每个金主有耐心一直等 且再退一步讲 真的有金主了 谁还玩命拍戏到脊椎错位呢 且贯儿叔虽不火但家境不错 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圈内资源 去做键盘侠 而且儿子目前是男方父母带 细想一下 如果真是假结婚真接盘 怎可能还继续搞收获服务 总不至于是幌子 或者男孩子当把柄吧 所以是不是照解 受不准 有试验性的女主受怀疑 没有试验性的女主也跑不掉 比如粉丝们怀疑 那个85后可能是苗苗 大佬是冯岛 被粉丝怀疑的点在于 郑凯冯岛之间的利益纠葛比较深 符合爆料中的关系细节 首先粉丝回顾中 编冯的出圈是冯岛一手促征 芳华选举时他虽实力惊人 但并非最佳人选 最后冯岛立派终以定下他做女主 并且在宣传期极力推荐他 才有了之后负声名的苗苗 算起来他也是他的伯乐意识教父 这也是他一直对他感恩怠德的原因 至于郑凯虽出道多年 但并不出圈 直到与私人定制受冯岛赏识后 才算找对方向 继而获得机会登上跑男大热 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华裔冯岛一世合作伙伴 只有符合所谓的男方与大老有利益往来 且更巧的是郑苗两人结缘 还是逢到撮合成的 又在结婚后多次登门聚餐 其乐融融 如此关系再返回看郑苗两人的回忆 有记得当年郑凯和前女友长炮无过 转身闪魂 表面的消息爆出 不少粉丝们情调下巴 没人知道这波海王被诉杀案 到底是因为封锦仪还是实际刚好 最终只能总结为 人生的出场顺序影响结果 且粉丝还霸出郑凯在接受采访时 曾吐槽淼淼是一张写满故事的白纸 如此评价为自己生儿一女之人的奇怪老公 加上莫名其妙被爆的瓜 所有的关节似乎都有点开朗了 不过有一点想不通 那就是两个人的头胎是女儿二胎才是儿子 这不符合所谓的怀孕结盘假结婚设定 总不至于双双户外恋 而后又宠归家庭网 那语圈也太离谱了些 转转苗苗的怀疑方向 又有人觉得杨颖与黄晓明这组 似乎也符合条件 首先杨颖身在八五花行列 而且还是八五花中争以最大的那个 要在有实力没实力 要演技没演技的情况下 却靠着尹销和无双颜值 在内语杀出一片天 粉丝们认为 这样的成就 不可能只是因为 她是黄晓明爱人的缘故 尤其是那场一场高调的世纪婚礼 看上去更像是欲盖迷章 且两人也属于是 什么孩子就离婚的内瓜 很难 不让人往去母留子方面向 其次他离婚后 资源断崖是下跌去世 如果不是杨颖没实力了 那就只能说是谢莫杀驴了 不过也有粉丝不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两人的恋爱多年 甚至中间还缴活进了一个李菲尔 如果是传闻中的接盘 不至于布局这么久 也不至于在很多镜头下 都能找到他们恩爱的痕迹 包括领奖牌上的眼神拉斯 所以猜测他们夫妇 是接盘生子的粉丝们虽多 而反对的声音更多 不知道是背后布局者 城府太深 告局终局 还是他真的只是躺家 如果是躺的话 就不得不说一句美女时惨了 就用母亲的情况来看 爆料到底是谁 只要狗仔一日不公布 那就由于还处于不明朗的地步 往远了讲 只要于圈一日不肃静 就永远会有人被破脏水 就像这次的狗仔预告一样 有瓜就是有瓜 没瓜就是没瓜 为什么非要搞个预告 让大家费心分意的猜 无非就是一根字钱 镀景越大 幕后智人的出价越高 最后浪费时间的是粉丝 得力的是狗仔 所以虽然吃瓜吃得很happy 但是对这种高人胃口夸大气质 没有职业道德的狗仔 仍保有唾气之心 且平等地唾气 每一个馒腿跑火车的狗仔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